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就是源于《新约马太福音》里面的一句话 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 但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 例如一些网红店 尽管他们的出品未必是好到不得了的地步 但由于去的人很多 于是就带动了更多人去这些店铺一看究竟 最终产生了马太效应 让这些网红店赚到钱 也许会奇怪 为什么一开始就有这么多人去呢 这就涉及到一些手段了 而这些手段就是做事的思维形式 今天小麦就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要用怎样的思维模式 来合理的运用马太效应 给自己积累优势 一 建立正确的第一步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 但大多数人在做事之前 并没有或并不知道 怎么打造一个好的开始 好比说工作 工作的好坏 以及工作所在平台的好坏 都会对我们的收入水平 社会地位 以及我们生活的情况 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都是采取应付式的态度去应对 觉得没工作就去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就在家啃老一段时间 或者毕业了 在招聘市场转一圈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没有就再等等 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够给自己 构建一个职业规划 思考自己未来的走向 当你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 那么就算你在一段时间内 去工厂打工 做一些流水线重复性的工作 也是在你的计划范围内 因为你知道在工厂 做一段时间后就会离开了 好的开始意味着 事先你要有充分的准备 同时还要加上 立刻行动起来的精神 人际关系专家卡奈基 曾经说过 好的开始来自于 事前充分的准备 充分的准备来自于 事前详细的规划 详细的规划来自于 前瞻性的思考 是的 好的开始是建基于 我们的前瞻性思考上面 那什么是前瞻性思考呢 包括以下这些思考 一 你要知道自己的未来走向 以及相关的动态变化 二 为了实现这个未来走向 你需要掌握哪些信息 三 根据未来的走向 你要做好哪些准备和规划 四 通过操作哪些步骤 会让你更接近 这个未来走向 有了这些前瞻性思考 你才能够给自己 打造一个好的开始 毕竟一个有前瞻性思考的人 如果能够给自己 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么他所做的每件事 都会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效 这些成效叠加起来 就能够变成好的开始了 所以很多事情 之所以被某些人做成 并不是我们不够他们聪明 或者不如他们努力 而是他们在前期 已经做好的规划 起了一个好头 最终顺着这个好头 所建立的态势 从而让他们积累到相应的资源 这是赢家的拥有的理念 也是他们的思考模式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要懂得给自己 构建出一个好的开始 二 保持主动学习的习惯 人可以通过工作来学习 也可以通过工作来获取经验 知识和信心 在我们做出某种成绩之前 我们都需要经历一段 默默无闻的学习期 那些被我们认为 是一夜成名的人 其实在他们成功之前 已经悄无声息地 努力很长一段时间了 正所谓后机勃发 只有后机 我们才能有勃发的资本 而后机的过程 就是我们要主动学习的过程 但是想要做出成绩 我们切勿被动学习 一定要养成一种 主动学习的习惯 就是意识到 自己在某些方面缺乏知识 能够立刻主动学习 填补缺漏 一旦我们养成这种 主动学习的习惯 那么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自动自发地 去思考答案 寻找答案 完善自己做事方式 而在我看来 主动学习应该包含 以下四个步骤 一 根据学习方向 搜集相关信息 通过购买相关的书籍 或者运用搜索引擎 去搜寻自己需要学习的信息 当然 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也可以为你的学习指明方向 二 根据学习目标筛选主要知识 有了学习的方向后 我们当然不一定要把所有相关的知识 都要学会 我们只需要针对实际问题 学习对应的知识点 就可以满足到我们的需要了 三 将学到的知识 变成结构体系 从知识海洋筛选出主要学习的知识之后 我们需要安排特定的时间去学习 同时我们还要把学到的知识 跟我们已有的知识进行关联 让其变成我们的一种知识结构体系 四 刻意输出那些被学到的知识 通过输出或实践内化学到的知识 诸如把知识跟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结合起来理解 运用 或者思考知识的扩展范围等 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知识 例如思考马太效应如何对应生活上的事情 就是一种扩展性理解 每个步骤都有每个步骤的操作方式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学习学习 那么就可以尝试运用这种步骤去实践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主动的习惯 三 具备前瞻眼光和超前意识 俗话说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因此培养超前意识 让自己具备前瞻眼光 对于我们积累优势资源就尤其重要了 很多事情由于我们缺乏前瞻眼光 就很难准确地看到和把握住生活中 大量一晃而过却又不显眼的契机 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机遇 而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超前意识的人 相信他们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源 也肯定赚了很多钱了 可以说这些特质你越是领先 你人生选择的空间就越大 反之越是挤在拥挤的人流大潮中 我们对人生选择的空间就越小 那么什么是超前眼光和超前意识呢 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在动态中准确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 第二 在静态中及时预见事物会产生的变化 第三 在平常工作 生活 学习 以及社会活动中发现不显眼的契机 并预见到它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从而牢牢抓住它 充分发展自己 三者之中 前两者往往体现在重大的问题当中 比较难做到 因为它需要一定的理论功底 而后者就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 只要我们有意识锻炼 有意识的思考 就会很快提高 行之有效 懂得跳出当前局限 善于超前思考 我们就能够比别人快一步抢占先机 处于领先地位了 这就是开好头的做法 四 找到一个好的起点 最后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不一定抗拒自己从低做起 但要懂得找到适合的起点 例如做自媒体的平台有很多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去做 肯定要熬过一段没有收入的很长时间 但问题是哪个平台在你熬过这段时间后 会给你建立起一个更好的起点呢 这个问题就需要去考虑了 不管做什么事 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要从低做起 这没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我们的从低做起 都会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结果的 不同起点的从低做起 有时会给我们带来的发展路线会截然不同 积累到的资源也会大相径庭 所以不管你要做什么事 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好的起点上面 那么怎么知道这个起点是好还是不好呢 建立正确的第一步 至此这几种思维形式就变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身处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 我们是不是更能够发挥出马太效应的能量呢 这时我们做出自己想要的成绩 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不在话下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集再见吧